甲铃的十个冷知识 第一甲铃本名叫甲鱼灵 进入娱乐圈后经纪人建议她改的 出道前甲铃也做过很多苦力工 出过地下室 薅过羊毛 接七块钱的表演 二十块用一周 第二 甲铃为了更好的权势 便饮热辣滚烫 增重四十斤 后又减重达一百斤 现在不仅身形变得苗条 就连声音都完全不同了 感觉好像换了人 第三 2003年的甲铃和侯耀华的义子王童 参加相声比赛获得了冠军 当年参赛还有郭德纲于谦 当时他们获得第三名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多年后和甲铃搭档的王童 拜了小自己两岁的郭德纲为师 学习评书 第四甲铃是冯拱得一门生 2005年拜冯拱为师 因为当时没有名气 接不到脸出都交不起房租 冯拱承诺甲铃 一年内带他把一年的房租给赚到 果然冯拱说到做大 真的帮甲铃挣够了一年房租 再短短两三年时间十年的房租都挣到了 第五 高中毕业后甲铃报考了北影 最后没考上 但他没有放弃 他选择到餐馆里当服务员赚学费 复读第二年报考了中系 成功考入 可喜的同时 姐姐也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 但由于家庭经济困难 姐姐选择放弃升学 甲铃还在中系上学 有一天接到了姐姐的电话 母亲坐在两米高的稻草上不幸摔下 经过抢救无效去世 甲铃每每想起都特别难过 他对母亲有诸多遗憾 因此才决定创作 《你好李幻英》来怀念母亲 第七 甲铃之所以能成功 离不开姐姐的帮助 在母亲离世后 父亲又体弱 多病工作也挣不了几个钱 姐姐甲丹为他放弃传媒大学 赚钱养他九年 每个月工资仅八百元 把五百元寄给甲铃 成名后甲铃给姐姐买豪车豪宅 第八 甲铃在还没成名之前交往过一位男生 因为男朋友无法接受甲铃疯癫癫 时长自黑的性格便与他分手 多年后 甲铃把这段经历当成素材 用到了节目喜剧呀喜剧 也不知道前男友后不后悔 当初和甲铃分手 第九 甲铃的闺蜜是张小斐 两人是很好的闺蜜 也是很好的黄金搭档 张小斐曾陪甲铃考研 结果甲铃没过 自己考上了 面对考试的失败 甲铃不仅没有介意 反而全力支持好姐妹 第十 甲铃走红后被吐槽 甲铃靠减肥宣传电影 过度营销影反感 这也是身在娱乐圈里 人红是非多的惯例 甲铃曾自曝 自己瘦的时候一直不温不火 直到胖了才开始爆火起来 电影播完后 甲铃会慢慢的增重 努力回到从前的样子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喜欢的朋友别忘点赞 关注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